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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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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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购送礼 就是类似你知道吗 给朋友或者是爱人 一点惊喜跟浪漫 虽然家彪就是 给他的家人孩子了 跟老婆一点惊喜浪漫 两位有没有观察到 这样子的趋势 越来越红了 958的听众也有没有 类似有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通过网购送礼 或者是送到礼物呢 是是是 有位妈妈嘛 对不对 她就说非常的感动 她的女儿呢 在阻断措施之前 因为没有办法 来看爸爸妈妈 对不对 所以特别在 这个应该特别的日子 就订了这个火锅大餐 价值有一百多块 其实只有她爸爸 跟她妈妈吃而已 她就是觉得很破费 可是后来想一想 又好吃嘛 这个东西 那么也是女儿的一番心意 就觉得吃的也是甜滋滋的 其实像这阻断措施之前 我没什么收到了 可能朋友不多 我们有送餐给我们的同事吃 但是我老婆说的很多 你知道吗 时不时就什么 香蕉蛋糕 泰国餐食 就是一种 我觉得是互相往来 而且也增加 你们在阻断措施 可能工作有点郁闷的时候 来一点小惊喜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 大家能力发表做到 偶尔可能送餐给朋友或同事 也会让他们觉得很开心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喜欢网购 有个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 就是大家喜欢开箱了 surprise开起来 然后送餐呢 送礼呢 我觉得在这个阻断措施期间 真的让人家很多很多的朋友 感觉到心里是暖暖的 感觉到即使大家不能常见面 但是那个友情 那个感情还是在的 是 没关系 等一下 加标我们失诚有缘 你放工后 我们送一餐给你 对对对 但是两二位 有没有发现了近期 二位有没有发现了近期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 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 譬如说呢 有没有发现一些促销 或者一些宣传广告 等等都多了呢 是 我自己有观察到 为什么激起了我网购的欲望 主要是因为我看到太多的广告了 包括很多的国际品牌 在这一段期间呢 都每一天在华社交媒体的时候 它就爆出来 它告诉你说 我现在打对折 如果你买两件 我给你额外25%的折扣 你说怎么抵挡得住呢 于是 手就剁了 就没了 就赶快滑了 信用卡就拿出来了 所以这广告真的多很多 而且我觉得 现实上媒体 它都会记录你消费的习惯 就没有让你滑 你曾经看过Gaming Chat 对不对 Gamers Chat 然后呢 它就会时时来提醒你说 你滑过这个东西哦 我们现在有新的促销哦 你还不要买哦 就时时地在提醒着你 对对对 像我最近买了一个小包包 其实我看了很久 看了一年 看了一年 我正着 真的 看了一年 因为那个时候 它大概出来的时候 很多承受欢迎 据说大概80到90块钱 我下不了手了 因为我买了多一个包 老婆就会念多一个礼拜 最后就忍住 然后比较在最近阻断措施的时候呢 诶 它薛价50% 是大概40到30多块 而且呢 这个运输费是免费 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 一看免费一个字的时候 眼睛都亮了起来 所以我看到时不时 当你在华社交媒体的时候呢 就有这类型的广告就会出现 就让你不知不觉的觉得不买 太可惜 还会等到什么时候呢 就下手了 这一刻就这样子 是的 其实我最近反而观察到 另外一种现象 就是也听一些财务规划师说 以前爱买的人 反而在现在这个阻断措施 更加谨慎消费了 因为他们居家办公 不需要工作服 然后也不能堂食出去交朋友 然后也不需要一些休闲的衣服 所以可能在消费方面更加谨慎 促交不见得吸引了 而且可能也担忧的 就是可能未来这个工作上 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所以还是要这个缩紧这个腰带 省一省钱 还是比较务实一点 是 当然现在因为大家都可能 因为没有办法到实体店消费了 所以选择网上购物 像林志就是其中一个 想要问一下两位 疫情之后你们觉得 你们是否还会继续网购呢 不会 我觉得我的网购次数 会大大的减少 因为有其他的诱惑了 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了 所以现在是完全宅在家里太闷了 所以才忍不住一直滑一直看一直买 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到外头去走走啊 去透透气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购买率应该会大大减低了 是 太闷应该是工作量太少了 压力大好不好 我不是比较喜欢windowshopping 因为我虽然是男生 但是我喜欢走进一个实体店 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买 但是我喜欢走看看 观察一下 去了解一下 可能偶尔试一试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你看 我这段时间我只买了三次在网上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实体店的感觉 尤其如果要买衣服买鞋子 我还是觉得实体店是比较安全一点点 是 在这个抗疫期间 其实我们还是要盯领大家 出门的时候尽量的就是要保持这个安全距离 所以虽然大家都很想去购物去实体店 但是记得现在还是不行 还是要乖乖在家网购多一点比较好 下来二位958城市频道 你们的节目当中 有的一些节目可以介绍给我们的观众 其实我们接下来每个礼拜三 还会延续我们在组断措施的时候 特别请到不同的演奏家 尤其是华乐的演奏家 在我们的这个平台现场 演奏不论是二胡 笛子等等 让我们宅在家里的朋友们 像很多现在平台 让他们是一起在家里享受艺术 享受音乐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三 七点半到八点 还是有不同的演奏家 请锁定哦 太棒了 是的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 冠病疫情仍然还没有结束 保持个人的威慎非常重要 平时也请记得勤洗手 那么想要学习各种防疫的贴士的话 大家请要收看 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十点播出的健康那些事 今天《事成有约》就播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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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